那现在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位叫做蓝天眼镜的观众在网上留言问的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网上知识率最高的一个问题 他说潘总您认为您能够成功的特制和习惯是什么 您的成功经历中可以复制的是什么 是对社会环境的把握还是胆识还是对行业的理解 是交对朋友还是找个好媳妇等等等等 都很重要 他呢总结的很好 可是有特别重要的一条了没有总结到里面去 我觉得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任何一个人想要成功 一定要把自己放低 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是觉得你很能干 你很聪明 你比周围所有的人都好 这个人一定是成功不了的 因为你想谁愿意跟这样一个人去合作 是不是就你能耐我们都不行 而在今天这个时代 任何一个人如果是离开了周围人的合作 这个人一事无成 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你看我们现在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哪个不是别人给提供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团结的精神 合作的精神 把自己放低 能够平等的看在周围的每一个人 从事每一个公众的人 这是你成功的前提 至于你个人的能力 说是你如何的强大 你会干吗 固然重要重要 可是比起这个团结合作的精神来说 都不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你任何一个人的团结合作精神 是在21世纪的时候 你成功的基础